确确实实在这一堂课谈论的内容 跟我们在家修的人是有相当密切的关系 我们既然有家庭 尚有父母 旁边有妻儿家小 我们就不可能没有一个经济的来源 学佛修行 如果不能够通达人情 把该父的责任也把它推脱掉了 那绝对就不叫做佛法 佛法一定是通勤又达理的 只是我们在学佛的过程里面 对于佛法的内涵的要求 我们明白的不透彻 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 一个在家修的人 就很容易触犯到一些不应该犯的过错 那阿难在这部经的尾声 也跟我们掏出了 掏出了这么一个问题 请释迦牟尼佛解答 也就是末法的弟子 有这个姻缘在家修 结下了这些姻亲 妻儿家小 要如何去从事一份工作 来维持佳祭 并且不违背修行的初衷呢 佛陀就讲阿难 如果有一个在家的人 他受了佛的境界 而且他相信佛法三宝 他在家孝顺父母 言行小心谨慎 敬奉三宝 所有该做的事情 他完完全全都做到 这段话就是形容这些事情 那他可得为世间事 不得可为世间义 他是在家修的人 所以他可以从事一般人 去理财 去谋求一个经济 养家活口的工作 但是前提 虽然经文没有讲出来 后学要补充的正命 正命就是 你的行业虽然是365行 其中的一行 却不可以触犯杀到赢的这个戒律 这是世间事的涵盖的意思 但是你不可以像一般的社会人士 存有那种不正确的观念 那个不正确的观念叫做世间义 果然这句话一问出来 阿难就有点不清楚 什么叫做世间事 是我们可以做 却又不可能 不可以像一般人一样 有那种通俗的想法 这两者之间的差异是什么 过去后学曾经在研究经典 听过邻居他问了一个问题 他说你们读这些圣人的经典 读到后面国不国家不家 我就问他 为什么有这样子讲法 他说你没有看过《道德经》吗 《道德经》老子不鼓励人家打仗的 那如果别人打我们 我们不反击 那不就国破家亡吗 上位者老百姓奉行老子的道理 那这个世界不就一团乱象了吗 那么后学就把这一份的对话 我把它抛在这个影片上面 我们来看老子有叫你不要打仗吗 那这一段话其实跟释迦牟尼佛是同样的意义 你成立一个国家 你要保护国内老百姓安居乐业 你一定要有一个防御的能力嘛 前提是你不犯我 我不犯你 你若犯我的时候 我一定要懂得保护我自己的城池 老子他有反对吗 他没有啊 所以他在经文里面讲得很清楚 他说兵者不祥之气 非君子之气啊 兵枪兵割刀刃这些战争上的东西 他不是一个有道的君子要应该用的 因为他只要动用了就跟杀生害命有关啊 但是当你不得已而用的时候 别人来侵犯我的城池啊 或者有人进入我的家门 要来掳掠我的家产 要来伤害我亲人的生命的时候 你要怎么去防范呢 就他讲田淡为上 什么叫做田淡 圣而不美啊 如果你能够把他打赢了 把他赶走了 你心里面不要有那种沾沾自喜的意思 或者你去趁圣追击 你都不要 你只要达到了防御的能力了 保护住你的家园了 这个就可以了 用美之者是热杀人 如果在使用兵器的时候 我们得到了战功的战勋 我们就乐此不疲 沾沾自喜 以自己军力的强大 而耀武扬威 这个叫做乐杀人 那乐杀人就背离圣贤的教导哦 所以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啊 我在家修的人 我有家庭要维护 我不从事工作 我怎么去养家活口 佛陀认为你应该要从事工作 但是你在做工的时候 你不可以存有凡夫的想法 所以跟老子这段经文 他刚好有异曲同工之妙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听到别人的断章取义 如果自己没有通盘的了解 就很容易以额传额 这个就要小心 所以佛陀接着讲 做一个佛门在家修的人 你可以做商人 货物的流通买卖啊 对不对 砸货店啊 超市百货公司都可以 平抖直尺不可枉于人 但是切记 你的金量要足 其实这一句话是讲 货真价实同手无期的意思了 你现在很多的商场 不都是在写这几个字吗 所以施行以礼 不为神明自然之礼 当我们在从事这些工作 我们一切的作为 不违背我们的良心本性 也不违背圣贤的教导 甚至乃至于我们在家修的人 我们有生老病死的 这些的事情发生 尤其死亡的时候 尤其搬家的时候 还有结婚的时候 当我们在做这些事情 你可以免俗吗 都不可以 所以从事营生的工作 还有跟一般的人一样 有一些婚嫁迎娶 婚丧之事 这些都叫做什么 事件事 你可以做 但是你不可以存事件意 就是你不能够仿效 一般的奸商 用非法的手段 贪取不当的利益 有的时候我们在外面 买水果礼盒 你如果不把它打开来 一个一个看 你发觉最上面的都好漂亮 当你回去一掀开 哇下半部全部是腐烂 因为包着那个什么 叫做保鲜膜 或者包着一个保利笼 你根本看不出来 那卖的人会不知道 他的东西摆多久了吗 常常在做这个生意的人 难道不知道水果的安全期限 有多长吗 他也无非叫把他的损失 加到别人的身上 那我们如果做生意 是水果饭 就不可以这样做了 还有婚丧嫁娶 社会人士有他的一套操办的方法 你在家修的人就不可以 比如说一般社会人士 家里老人家走了 尤其那个做媳妇的 要哭得很伤心 要铺在那个棺材上面 哭死哭活 才能显现你这个媳妇 好孝顺哦 乡下就有这个问题 我的邻居曾经有人来跟我谈 他就是因为不肯做这些工作 被他婆家闲死了 他说我哭不出来 我没有办法表演得像 寡婿一样 他就问我你的想法怎样 我说有哀伤之情就可以了 怎么会有人哭成那个样子 然后趴上去人一走 他立刻清醒过来 这种收放自如的本事 那真的要送到奥斯卡得什么 奥斯卡奖 这都是我曾经在乡下亲眼看到 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那学到的人要这样哭吗 我们不是说不要你出病的时候 不要哭 连他刚归空的时候 你都不要在他床头哭 因为你会让对方恋恋不舍 表面上你好孝顺 我舍不得你 实际上你害他往生的地方 受到障碍了 所以正之间跟邪之间 我们要厘清啊 坊间的人自己哭不出眼泪来 总要花一点钱 请校女白穷帮忙哭 所以在过去后学不知道 360行有这么一个伟大的行业 后学的后阳台 常常在早上五点多 就透过喇叭 就是在那边哭哭喊喊 我的本能都是 因为哭的方向 那个地方有一个很大的庙宇 我都以为在仇神演戏 我想奇怪 为什么五六点就开始仇神演戏啊 但是也没有去探望一下 因为离我们必定有一段距离 到后来经过几年 偶然之间才发觉 因为那个庙宇的前面有空地 所以很多商家喜欢借由空地 搭那个什么 告别式的告别场 所以校女白穷就在里面哭 所以我把那种五指枯木 当成仇神的神明戏 你看 透过麦克风有没有 呼天喊地的 那这个我们要做吗 后代子孙如果有人这样做 你就跟他交代 我一定起来把你捶一顿 所以学佛之人 遇到要牵脏 牵移啊 对不对 搬家啊 做生意啊 你要看风水吗 不必 运势低垂的时候 要去外面算算命改改运吗 画画符念念咒吗 不必 或者把自己的委屈 请人家写一个表文 上成玉皇大帝吗 不可以做 因为余静益做了 效果不太好 这个都是你学到人不可以做的 但是他却是世间人常做的事情 我们有前嫌跟后学提的一个意见 大家都把那个破坏人际关系的问题交给后学 有人跟后学讲 某某道亲家里面做生意 但是当他的业绩不太好的时候 他们就请骰公去他们家里面前前后后 什么摇铃是不是 做法啦 凉凉的啦 他们看得真的很看不惯 他希望后学在课堂上 能够把这个道理宣扬一下 我说您既然在旁边看到了 不是一次两次 你为什么自己不开口 你怕拍干净 你怕打伤感情 我就难得这样子不在意别人的感觉吗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做一些事情 各位前嫌 不要落入一般的世间人 当然这位前嫌是好意 因为他认为学佛的人做了错误的示范 家里面又有佛堂 实际上不需要这样做 不要看风水 风水啊真的是有的 但是你的福报到 它就是好风水 你福报不到 福地也容不了恶人居 天会把它做改变 那我又何必网座小人花费金钱 请人家去瞧这个红水呢 不用落入那个钱啊 哪一天出病比较方便 哪一天结婚比较好 大家有空就好 那天不要下雨最好 对不对 所以看气象报告 比看皇历要来的比较重要一点 现在气象都有一个礼拜了嘛 所以如来法中 无有选择两日即时 所以做任何事情 只要大家方便就可以 你一定要去选择某年某一天 某年某月某一天 才能够进行这些事吗 尤其我们过去一些的习俗 它是值得去考虑的 过去人生的儿女多 活着的时候 大家未必会争先抢后的去争择奉养 这个老父老母 可是死了以后 这个墓碑上面刻几个字 会影响到哪一房的运势 埋葬的时间 对哪一房比较有利 大家就互相坚持不下了 我有一个同事 家里面有五房 略为有一点名望 他的爸爸死掉 在家里面拖了半年多 就在于墓碑上面刻几个字 会硬兜几房 五兄弟相争不下 真是人死了 才知道自己地位有多么珍贵 这不是很悲哀吗 你要迷信这个吗 生前如果不孝顺 死后刻了那个字 那个人就回来保佑我们吗 人活着有私心 死了他就完全明白 谁孝顺他 谁不孝顺他 谁他应该要照顾 谁他应该不理睬 他心里有他一把尺的 所以受佛五戒 是一个有福德的人 才有机会进入佛门修行 当我们有所作为 我们在社会上也不能够免于习俗的时候 我不照着配合社会的脉动 去看看这个皇历心里不安 那我怎么做才如理如法呢 起三尊 跟签去做一个禀告 某年某月某一天 那天我要做什么事情 求得一个心安 佛之玄通 这个玄通代表佛的一切种智 佛的一切种智 那个作用力的广大 以及唯妙 我们在解经的时候就讲过 一滴雨水 从哪一个国度的天空飘过来 要在哪一片土地落下去 渗入到地底 通过哪一个河流蒸发到天上 成为哪一朵云飘向哪一个国家 各位前贤 佛无所不知啊 现在的科学做不到 所以我们如果觉得心不安 你是在佛堂跟老母禀报一下 有老母的照料 我们就可以安心了 前贤们会说 这是出家学到的人 或者佛门里面受五戒的人 我一贯到地址 我们有受五戒吗 好像没有这个动作 于是我们回国头来 看看我们的亲口表文 尊师动道 众道 遵守佛规 众圣清凡 采法双施 亲口如素 断绝烟酒 见贪除妄 三清四正 谨言圣行 始终如一 这里面有没有包含五戒 就算你看不到 你光看这四个红字 各位前贤 不就把五戒包在里面了吗 所以你还认为这部经 价在不是对我们讲的 是对出家 还是在书门里面 学徒人讲的 感觉没关系 没听到就尊重 你有这种息 那就投机取消 所以我们是受戒的人 受戒叫严守戒规 有戒律的人 道户为强 再一次的 不断在经典里面 重复告诉我们 严守戒律的人 他确确实实 会有龙天护法的 所以学到越来越严谨 内圣外王越来越具足 他称心如意的事情 会越来越多 原因就来自于 自己业也消得快 然后外面 互辟的力量 是越来越大的 所以有这么多的 护法神 在旁边护佑我们 那那些的邪门歪道 怎么敢趁虚而入 所以学到的人 应该要严格问自己 我做这件事情 有没有符合 我学到人的戒律跟规矩 以规矩摆在第一位 那你做的任何事情 是无往不及的 当我生意不好的时候 有没有想一想 我财源滚滚而来 我有财不失吗 我没有啊 你没有后继无力 当然是一样的 你请塞公链一链 他就能够保你赚大钱 他为什么不回家链他自己呢 对不对 他到你家链 保你贪钱 他在一家整天链 不用钱的 他就不用贪钱这条啊 是吗 那不是很浅显的道理吗 所以人在遇到事情跟自己有关的时候 就有那一种贪求之心 就把所有的政治见就丢掉了 所以人只要有戒律 你做任何事情 你都不需要有很大的忌讳 可是我还是要提醒各位情形 今天婚伤嫁娶 他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情 他是男女双方的事情 他攸关彼此的认知 尤其商事 他不是一个人的事情 他是攸关家族的事情 我们就不可以坚持自己的意见 我要怎样 你们一定要配合 你可以提供意见 别人如果不配合 他们要照那个意思去做 我们也不要固执己见 但是如果我们自己有意思 我们有政治见 我们的儿女多 你怕留下后患 你就事先笔之于书 有一分遗嘱 有一分交代 让儿女不敢造次 这就没问题 所以国外曾经发生亲口的道亲 归空以后 犯了两场伤事 一场是她的孩子 有在道场行走 坚持要素食 所以犯了 第二场是她的儿子 因为没有在道场行走 坚持要婚姓 结果弄了很多的场面 杀业很重 他们就问后学 这个责任要怎么样去厘清 归往生的人 谁叫你事先不预先交代清楚 所以我们老一辈的心里面 就要去计算 所以后面就讲 为什么佛陀说 人不要去迷信 用树留动静 去求取那些的 所谓的财富地位 原因就是这句话 道之含富包富天地 道生什么天地 天地创造宇宙万有 天地代表阴阳二气 对不对 氢气阳气 叫做天 阴气下着为地 那个叫做阴 阴阳二气相互激荡 它就有宇宙万有的产生 动植非浅 富阴抱阳 因此而生 所以有道生天地 天地生万物 那请问你 道在创生天地万有的时候 它会刻意的认定 哪一个地方创造的 不吉祥 不如意 哪一个地方 比较太平顺遂吗 它如果有这种分别心 请问你 它还有平等吗 没有了 所以就把原因告诉我们 既然天地万有 它都是道的一个创造 何来的吉祥 不吉祥的差别 可是我们不通达 意理的人 我们就什么 自己在本来无一事当中 我们就制造了很多的挂碍 无中生有了 所有的信与不信 住于福地 或者居住在不好的风水之上 这些都是我们在生的时候 我们做的善行跟恶行 我们善行做的多 随随便便买一个地方 它都是好地理 我们恶行造的多 请了很多风水师 偏偏没有一个是真正什么 通达风水的人 也不过是恋财的人 他东指西指 就指了一个万件穿心的地 让你住了 结果你花了很多钱 就自己还要受那个摘扬 所以人如果寄望 命中生活的点点滴滴 都要顺遂 应该要重新开始做起 众善奉行诸恶莫作 所以善恶追人 如影随行 就像我们拍手一样 两个手一合在一起 声音就出来 表示善恶的果报 来的是如此的迅速 所以又再一次的告诉我们 守戒啊 一个人守住戒律 不违背他的良心本性 上天就自然很呼应他的要求 所谓自成则感 感而遂通啊 有道之人 诸天所护 愿不欲为 上天不会违背我们的意思的 就像我们读皇母训词 十戒里面 后面有一个戒 老母就提醒 那些为的道 在帮办奔波的人 上次各主线的老前人 前人点传师 还有一般的办事人员 老母是怎么说的 你们自己去看那个讯文里面 他说你们愿意发心 为的道 一心往前走 你就不用瞻前顾后 所有后面你顾虑不到的人间的事情 上天会一一为你安排的 就是这一句话 你为天 天为你 过去我们看一个三剑课 不是有一句术语吗 我为人人 人人为我 你替老天再办事 老天就替我们再筹划 如果我们把圣事放得少 悼念我们比较轻 我们样样只顾 为了自己的利益打算 凡事等我轻松以后再来谈 老天就把很多事情就丢给你了 你那么会算 你就自己去计算好了 所以由此一看 我们学到的人 真的会得天独厚 表面上看似我们为了上天办事 牺牲了时间 付出了金钱 体力 然而实际上 在无形当中 你不知道得到多少好处 只是我们相不相信 所以有借德的人 发心学到的人 感动十方 与天参德 与天参德 就是与天地并列为三财的意思 所以人要顺天 只有我们的德 能够与天起 其他没有一件事情 我们能够改变天意的 你要改变天的意思 就是要赔德 所以过去遇到大汉的时候 遇到有天灾的时候 都是请那个高僧大德有庙 摘阶沐浴 待名祈福 因为他知道 只有有德的人 才能够去什么 感动上天 把摘节缓降 所以功勋娓娓 众圣皆探 难可称良 学到的人 内圣外王 一定要齐头并进 趁着有生之年 积功累德 那仁天才会什么 赞佩跟赞美 所以知识达命 陌生不邪 真正有智慧的人 你通达的命中 顺应尽的由来 就照着正确的支箭去行 你终身都不要走入到邪道去 不要按照坊间的人 去处理日常生活上的事情 能够这样子的老老实实 报道奉行 最终就可得度视之道 你可以成道 这个叫做 我们可以像一般的社会人士 从事一些正确的 正当的行业 但是我们不可以学别人 有那种投机取巧之心 不可以 不可以低价 然后冒充高价品 不可以以少报多 不可以滥于充数 不可以欺瞒那些弱势的人 这些都是违背良心的 所以阿难听到佛讲到这里的时候 整理袈裟 头脑着地 这是五体大理 他就赞美佛 今天所有与会的人 还有末法 能够阅读这本经书的人 都是有福的人 能够遇到佛事 能够听闻佛理 而佛陀是如此的慈悲 悲悯所有众生 让我们能够去多种福田 脱离六道轮回之苦 可惜的是啊 佛陀讲的话 是如此的真实 如此的铿锵有力 而人世间相信的人太少了 现在也是这种情形啊 所以 世事多恶 众生相聚 将来的世界 恶人多 善人少 于人与人之间 伦理关系 荡然无存 彼此之间 互相诅咒 互相辱骂 我们看到现在 富不富 止不止的情况 不就跟这个 如出一辙吗 父亲为了 诈领保险费 不惜把自己的儿子 去投保大批的受险 然后到了时间 就把儿子弄死了 做先生的为了 换着诈领保险费 就把床头人 设了什么 设了保险 然后呢 再找一个人 把他给弄死掉了 太太也是这样子 对待先生 手足之间 为了些微的利益之争 老死不相挽来 还算客气的 道理家里面 大打一通有妙 找了外力加入其中 来迫害对方 这种新闻 实有所见 五轮关系 荡然无存 这是末法的一个可怕 所以若有幸者 若一若两 恶人多 相信善法的少 这个比例是不足以去计算的 适恶啊 才招来这样的大的弊端 那其实人不相信佛法 还是因为执着 学佛最重要的修行的功课 是要破我直 去我私的 所有我看重的 要跟别人分享 所有不平的待遇 我必须视之于理所当然 跟我个人的个性 完全不能一样 我不接受 所以我不相信佛法 所以前两天 在上个礼拜一的 有位道卿跟后学讲 他要度他的朋友 他说他的朋友多么良善 他就跟他讲 学佛修道的好处 结果他朋友听他常讲之后 有一天就告诉他说 你不要带我去你们佛堂拜佛 我带你去拜我们岛 那个土地公 他家附近有土地公庙 我拜那个土地公庙 你不知道多灵 做生都保我贪钱 所以你在这边学佛 还要吃灾 对不对 还要常常到佛堂里面 什么去参与一些的帮办 也没有看到你好像得到什么大的好处 你对我去拜那个土地公 马上就得到现实的利益 他就跟后学讲这件事情 我就在笑他就问我 为什么会这样 各位前嫌 所以前嫌对道理也是有一点不太明白 我说你的朋友错了 他的财富 他的顺遂 不是因为拜土地公而来 他命里本有 他如果没有 他拜也拜不来 大家的街头巷尾都有土地公庙 一个巷弄里面 除了豪宅我不敢讲 一般的民房 里面也有富贵 也有贫贱之人 大家都在拜 那为什么效果不一样 命里带来不一样 我说既然你不能影响他 你就不要跟他多说 免得什么 免得有口过 不需要如此 所以我们人连在拜佛 拜神的时候 我们都抱着功利主义 他要拜土地公 是因为他认为土地公 有拜有保比 都保我贪金 我如果投资有庙 财源也会滚滚而来 那如果拜了几次 没有效果呢 他就把土地公丢了 一个人在任何地方 都抱着功利主义 不就是为了自己打算吗 这种人走修行 他能够支撑多久 所有义理他不能接受的 为什么 不相信 违背了他的所谓的心态 所以人会不相信佛法 不相信圣人之教 在于自己的习性跟秉性 所以金刚经 这一信息有分享到 释迦牟尼佛灭渡以后 有人对经里面 所讲的严守戒律 能够信奉佛陀的义理 就能够改变命运 这种事情你能够确信 能够生发很坚强的信心 不但自己照着做 还能够交别人的时候 这样的人 他不是在一佛 二佛 三佛 四佛 五佛 而种善根 他是过去无量 千万佛所种的善根 今天才会对于佛法 有如此坚定的信心 所以我们都要给我们自己一个肯定 都要给我们自己一个赞美 为什么 因为我们在释迦牟尼佛的眼里 修行的路原来不仅仅是三世而已 而是千万佛所 我们就已经踏在修行的路上 才能够生发如此坚定的信心 所以佛陀又在 这个是阿难讲的 跟释迦牟尼佛对话 佛灭度以后 经典虽然存在 但是相信的人越来越少 哎呀佛陀 如果有一天你离开了 你入灭了 那我们这些修行人 要往哪里去依靠呢 所以后学从这一句话 判断 阿难问世佛及兄弟 应该要接近释迦牟尼佛晚年的时候 佛陀才宣讲的 总不会在青壮年就讲 佛陀你万一走了我怎么办 应该不会有这样子 这是后学的一个推估 尼环就是入灭盘 我们凡间在讲有没有 归空的意思 所以阿难到这个地方 以不整部经 修道人该注意的事情 释迦牟尼佛解说清楚 阿难再把释迦牟尼佛前面所说的道理 透过一些简单的语句 又把它重复再讲一次 来提醒语会的大众 甚至包括末法研究这一部经的人 这个叫做宋语 他讲佛为三界户 三界的导师 欲界色界无色界 佛陀悲悯众生的恩德 是广大无边的 所以希望老师为了所有的黎明众生 不要取尼环 你不要入灭盘 您最好永远常住在世 如果以佛的神通力 他要做 可不可以 可以 他无所不能 他是为什么不做 随顺世间的常态 视线色身肉体 有生有灭 贵为佛陀 也不能免于此道 我们要在这句话读出言外之意的 坊间有所谓的 过去有人修仙道 住世八百年 佛陀难道不能住更久吗 可以 但是他不可以违背常情 他要让众生有所警惕 不要迷恋色身 色身是有灭的 所以当佛陀灭渡以后 在这个人世间 就有很多的人 他如果要遇到善法的机会很少 因为不明善法 所以茫茫不别争 就加重语气 善恶对错好坏 他完全不能曲折 完全不能明辨 不能明辨 他就容易造作过错 所以末法时期 邪师说法如横河沙 却能够各个设受一方的众生 原因就在于 众生能够辨别 他所追随的老师 到底是宣扬正法 还是邪之见 他有这个能力去辨别吗 没有能力 就自己误入歧途了 所以过去生 稍稍有福报 走修行的人 遇到佛法降世 人数太少 然后这个经法有庙 又常常的 因为人的疏忽 而渐渐的消声匿迹 没有人宣扬嘛 这个道理就不在了 佛陀不在了 法宝也少了 我学到的人要怎么样 去维护自己的法身会命 这个都是在讲武卓恶事的情况 武卓恶事就是后面这几句话 我们稍微看一下各位前显 你就约略知道我们现在处在一个多么艰险又恶劣的生存环境 再做困兽之争 如果您觉得现在很恶劣 有那种急于想要出脱的心 恭喜你 如果你觉得现在还不够恶劣 说不定 恶劣的环境就此打住 明天会完全改头换面 那后学告诉你 不可能 因为一块石头 当它从山顶往下推落的时候 它一定要降到地面上 才会终止它下沉的那股力道 就如同太阳要西下山呢 它一定要完全西沉以后 才会有另外一个轮替的开始 换句话说 将来的环境比现在更为艰险 更为恶劣 所以我们与其浪费那么多的时间 在数落现在外在环境的 一些的困难艰险 倒不如回过头来 好好修自己 我们去通达毅力 我们去修正自己的行为 我们不要让那些的烦恼 整日整夜困惑在我们心里面 我们对于外在环境有人受苦 我们愿意去博师救济 去多多行善积德 各位前写 你就可以在这个大环境的贡业里面 走出不一样的别业 你有另外一番的生存之道 就像这个地球 太阳在这边落下去 在另外一个地方有没有生起来 有 所以整个环境再恶劣 只要你能够抱到奉行的人 你就会有你自己生存的空间 不被压缩到的 所以问题是我自己有没有坚持自己的悼念 所以佛恩如此广大 但是众孙自己遭罪 佛法四处在传扬 为什么不肯去听不肯去学呢 前一阵子我看到一本书 好像是2009年吧 确切的时间忘记了 他里面有提到 佛光山的星云法师 在接待大陆来的宗教的团体 包括他们国家的宗教师里面的 所谓的官员 在探讨台湾的宗教活动的时候 星云法师他就公开跟这些官员讲 台湾最近有一个新兴的宗教 叫做一贯道 他们所发挥安定社会的力量是很大的 你们不妨去参考参考他们 这个宗教也可以引进到大陆去 我如果没有记错里面这一段话 应该是这个意思 所以别人有这么一个哑量来肯定我们 我们也要有这样的一个心量 去赞美别人 若要佛法心唯有生战身 武教圣人遍布各个环宇 遍布每一个角落 只要他如理如法走他修行的路 我们要予以肯定 而且我们要见到他们有需要 我们应该要伸出援手去帮助的 那这个世界才会尽快的越来的越美好 奈何世间 视着多恶人 还字多颠倒 他自己本身心性恶劣 自己不走正途 然后产 余产逼子圣 也就是讲一些不当的言语 去毁谤圣贤 去毁谤那些有道德的人 邪魅悔正真 这是形容恶人存心不良 有没有 那这种情况在将来 武卓越来越严重 佛法称为武卓真实 世界会越来越动乱 所以尽管在供业当中 你我报道奉行 可以走出一个别业 你总不希望混居在斗市里面 其他地方都不去 因为去了有危险 所以要脱离将来 这么危险的局面 来到我们身边 眼前最好的方法 及早休息 回归到弥勒净土那边 在那边继续进行我们的休息 等人世间经过几个 大的灾难洗刷之后 恶人收走 埋在阴山呢 于是开天辟地 另外一个轮回 我们再下来度众 这不是更为安全吗 所以世间的恶人 不信世间有佛 说佛法不是一个正确的路 像这样的人口出狂言 虽然有人形 然而是非人 他其实不具备人的资格 他说了那么多狂妄 毁谤三宝的话语 也不过自己造作了十二叶的一个根本的种子 这个叫做狂犬废日 余日和水 所以在大圣经里面 佛陀讲有三种人 他的病很难治的 第一个 毁谤大圣佛法 第二个 这三种人 佛也难救 所以因为造作的恶业 临死之后 各位前前就进入到地狱了 杀到淫妄 造不同的罪 赶遭不同的果报 其实地狱的苦行 其仅仅是这几句话 就可以形容完毕 他超出我们的想象的 无则代表地狱 刀剑解身形 刀三呢 就把我们人给肢解了 死鬼好伐杀 在地狱里面 有很多吃人的鬼 他的乐趣就是玩弄 沉沦在地狱里面的人 那这个恶鬼从哪里来 从我们的人心变现出来的 我们越恶 就会有越残毒的鬼 来对应我们 来疗治我们的恶心 犯淫戒的人 报同柱 同柱是过去 在这个周朝的时候 商纣王 商纣王宠达基 他弄了一个大同柱 中空 里面放了炭火 然后他要看一看 人如果对他有诽谤的话 诽谤他的语言 他就把这个人就抓起来 脱光衣服就给他什么 贴在那个同柱上面 那个叫做袍弱之行 男女只要犯的淫戒 你就要报同柱 瞬间连骨头都把我们什么 烫成灰尘了 他不是死了就了 他还有更恐怖的 死而复苏 不断的报 而同柱的火 从来温度没有降息 我们诽谤人家 把莫须有的罪名 加在别人身上 这叫诽谤清高事 罪由蛇出 将来就拔这个蛇头 如果我们喝完酒 酒后乱性 酒醉驾车啊 酒后胡言乱语啊 酒后破坏公物啊 迷惑斯人道 死入地狱中 就没有洋酒进去 洋童握其口 洋童就是火融的那个铁汁啊 一桶一桶往你的嘴巴里面灌 所以不是死了 喝几十年的威士忌 那个把我撑死我都甘愿 他喝喝坑 他给你灌了另外一种东西 这是我们喝酒 失信有没有 照做过错 所带来的果报 所以在人世间犯了错 在阴间要揍这么多的罪 那个痛苦是很难当的 将来有机会做人 还是下贱贫穷 四肢五根不全之人 所以早上提到啊 做错事 从地狱到受完行 转恶鬼到飘破流离 然后再转畜生到受人宰割 再转到人到贫贱四肢不全 所以前期的时候 早期前贤告诉我们 人生有四难 对 得人生是最难 一旦失掉人生 要再恢复人生的资格 那已经不知道千万一劫了 所以人如果谨守五戒 不杀 不道 不赢 各位前贤好处多多啊 男女关系很清白的人 你身上就没有恶臭 现在因为这个所谓的 开放的观念 很多人婚前有没有婚后 都失掉了那个本分 造作很多淫乱的行为 将来都要担因果的 没有一个逃得掉啊 所以自成不欺诈 这是守信 守信是在哪里 东方物及土的意思 我们守住信的时候 为众所沉静 所奉承 不最后明了 得慧所尊敬 所以不犯 九戒的人 他容易赔得 容易什么 增长自己的智慧 人能够严守五戒 自然就会五福灵闻 五福灵门啊 最起码你也能够在人类当中 做一个比较高等 环境境遇比较好的人 甚至有机会因为 福报做得多 身为天人 甚至出了什么 六道轮回都可能 所以严守五戒 带给我们的好处多多 道理如此简单明白 为什么大家不做呢 所以佛就感慨了 阿难感慨啊 莫是多恶人 不幸多狐疑啊 自己愚痴 不能明辨好坏 自己造罪 把自己活活推到地狱的那种 险境里面 必胜悔正觉 死入大铁城 活着的时候 不尽圣贤的余路 去毁谤别人 将来入大铁城 世神就是指我们的灵性 在地狱里面 你永远没有什么 没有消失的时候 痛苦是如影随形的跟着 你看头上带铁轮 求死不得死 须与以变形啊 形容刑罚的惨酷 会让我们的灵性 呈现出那种难堪入目的形态 所以前行会认为 死了灵性跟肉体合肝 我们人对于人生的执着 死了会依然延续这个执着 你身体带的病痛 它依然会感觉得出来 而且最可怕的是 在地狱里面 因为是灵性受苦 所以它没有隔音米 前面被烫死的时候 那种痛苦的感觉 你都记得 等你醒过来 要被烫之前 热油还没有淋身体 你就想到刚刚进油锅的那种痛苦 你就先承受那种肝胆剧烈的情形了 因为它没有转世 所以没有隔音米 所以那种恐惧的压迫 我们能想象吗 所以人动不动去寻死 去上吊 到每一年周日的时候 祭日的时候 他就要到原地去上吊 第一次上吊 因为出长室没有经验 第二次被鬼差压过去 逼着上吊 他记起来前世上吊 所带来的那个痛苦 他会害怕 他不想吊死了 鬼差由不得你 硬插着你往上吊 年年累月 把你轻贱 父母给你生命的肉体 你不保存 些微的小事 就什么 就所谓的 就这个造作一些伤害肉体的事情 那就让你尝尝这个苦 所以求死不得死 虚予以变形 毛脊相毒刺 躯体 恒残结 这个都是告诉我 我们学到人 或者世间人 不相信佛法 毁谤佛法 毁谤三宝的那种 重大的一个什么 苦行啊 所以奈何 道理讲的这么明确 世间人依然如此 不走正路 相信邪门歪道 遇到什么事情 就节奏就问神 然后祭祀又不得体 杀生害命 去祭祀邪神 伤害了自己的人心 造作种种错误的行为 本来是希望福禄寿都来 结果反而点点滴滴累积 把我们推到了什么 推到了地狱去 所以经历黑神域 八难为介绍 黑神域是地狱的刑罚 死了以后再来人世间转世 各位前嫌 八难就是这些 在地狱里面 有刑罚 还要转恶鬼 还要转畜生 还有卑贱的人类 所以你不要想 那这个里面会不会转到 转到北巨卢洲啊 不会 那是天福 很高的人 这是前面的恶道 我们还要轮转 只要进入到地狱 再得人生 是很困难的 所以当你有资格做人 脱离地狱到 再来人世间做人 各位前你看一看 你降生在蛮敌的地方 有理说不通啊 被那个拳头大的人给压迫着 或者你在一般的生存环境里面 吃四五恐翘 没有智慧 五根不拳 薄壁亚不语 五根不健全 那视听言动就受到阻碍 别人一学就会 我十遍百遍千遍万遍 我始终学不会 周历盘陀不是现成的例子吗 记一个名字有何难 他就永远记不起来 因为过去是令法 中了恶业 所以恶恶相迁居 最可怕的就在于这一点 各位前写 其实所有地狱三恶道的刑罚 他不可怕 受完如果了了就没事 而是当我们因为造作恶业 受了三恶道的果报 将来再来人世间做人 相同的路你要再走一次 因为我们做的恶 我们就发往到恶人地方 在恶人的地方 恶劣环境的熏息 寂寞者黑 你会再做恶业 又再一次的沉沦到三恶道 你没有回头的机会了 所以我们今天能够聚在这里 要感谢天然师德 要感谢主德 也要感谢自己 这个都形容其中的痛苦 出生到一命还一命 所以无道 多恶道 不走正道 多入道三恶道 再要出脱很难 现在既然有人生 人生难得你得 佛法难闻 我们已经闻 明师难遇 我们也遇了 所有过去人看起来 很难碰到的好事情 我们全部碰到了 你为什么不好好走修行的路 他说 世尊为众佑三界皆谋恩 佛陀悲悯人间的众生 留下这么多的经书 是希望人人都能够普遍的奉行 所以人如果得门经书 能够了解书中的意思 我不但自度 我还要是什么 去度人的 所以一个有智慧的人 狭者就是有智慧的人 你能够自度 你也能够度人 就真正能脱离轮回之苦 这是勉励我们既得闻人生 幼闻佛法的人 我们要如何发扬 我们这么难得所具足的条件 让我们未来生 能够真正的一片光明 那就是不但自修 还要去度人 所以福人在向向 向向就是你要朝向 正确的方向 在人世间有限的时间 学一些无声的道理 无声就是 佛性的不生不灭 自己要好好护持 自己这一块心田 要在里面多种一些 善法的种子 才会遭受所谓的 轮回之苦啊 我们今天之所以会明理 会走正确的方向 恩哲来过于佛陀 过去现在乃至于未来一切佛 他不断的在人世间 保佑有情众生 希望所有有缘的人 对佛法能生性的人 他能够依循着佛法的道理去做 安然到达彼岸 那这边有一个字 后学打错了 这个不是法盘 这个应该是法庆 后学打错了 法庆就是念佛的时候的 那个庆生 很响亮 意思是说 我们如果蒙佛恩 闻三宝 我们自己自度 我们要把福音 四处去传扬 因为你我是来自于一处的 我们应该 本来每一个人 都应该正无上正等正觉 只有回归到 那个长吉光庆土 那个才是我们真正的 长居之处啊 不要恋倦 这个武藏红尘 所以当阿难 把这个寄语送完以后 所有与会的大众 非常的感动 你看 他们就发了无上正真之道 这是发大心 然后愿意深那大凯 甘露之意 这是发精进勇猛之心 那有一些根气好的人 就在听闻了 佛陀的义礼 阿难的颂语之后 他们得度了 他们也愿意做 人天的一股桥梁 这是我们在经文的末首 常看到的 在讲完经以后 天人欢喜 坐以而去 感谢什么 感谢佛陀的恩责 那我们把阿难问世佛 吉兄经 透过两天的开班 跟各位前贤 做了一个很粗浅的介绍 透过这一股经里面 不断的鼓励我们 要把握人生 要把握能够修行的时间 我要如何透过这一股经 去增长我的道业 去涵养我的道横 其实综合起来 应该就是这几个方法 第一个多文 人言经里面 释迦牟尼 阿难问释迦牟尼佛 要成无上正等正觉 请问你 我应该如何去做 佛陀说 多文第一道 当我们能够多文 明白义理 我们才能背影像太阳 有正之剑的指引 把我们导向光明的一面 而不会被邪之剑 给什么 给扭曲给误导 所以班不可以不参 理不可以不言 不参班不言理 你就几几乎出不了六道轮回 即便现在挂了修道人的 一个形象在 却未必真正能够受益 那第二个 我们有多文之后 以文字剥弱起观照剥弱 修行要有成就 他最大的能力 在于我有没有培养自己 反省跟自觉的这种功夫 人不怕有错 怕我们不知错 假如透过每一天的反省 我们觉察出自己的过错 我们起了惭愧之心 我们让昨日之我 譬如昨日死 我们用一个崭新的态度 正确的观念 迎向明天 慢慢的 我们的自觉能力 会越来越强 所以 因文字剥弱 起观照剥弱 进来修正自己的行为 这个叫做持戒 用戒律来衡量我的行为的 对错与否 当我们有了正确的知见 我们有正确的行为 我们就有良好的品格 你才能够期望 有一个不凡的成就 所以多文跟慈见 是凡复要修行 出离六道轮回 首先我们要具备的 两个要素 所以最后跟各位前嫌 用这一句话 来做一个结语 我们如果想要去追求 一个真正幸福圆满的人生 以这一生而言 或者我们希望 自己的近未来世 都是光明一片 眼前 讲多文 讲实戒 讲反省 讲觉悟 也无非是要我们 透过不断的一缕的欣喜 我们能够超越我们自己 修道不要跟别人竞争 今天的我跟昨天的我 做一个比较 什么时候 我们的习性比性越来越弱 你不再为他所掌控 那一刻就代表 你修道已经成功了 所以这两天的课程 后学这么简单的 跟各位前嫌介绍 释迦牟尼佛圣声的含义 希望各位前嫌 不论我们懂多懂少 出班以后 我们能够客己赋礼 要求我们自己去做 那早早晚晚 我们都能够到成天上 名流人间 所以祝福各位前嫌 感谢天师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